刺刹截环跳 铁针前空翻 接一个羊跳 羊截环跳 他在做侧空翻的时候掉下了木 非常可惜啊 前面的很多大的难度都没有 都完成得很好 力转360度 见着后驱两周下 动了一小步 非常可惜 在做侧空翻的时候掉下了木头 前面的大的空翻难度都完成得很好 因为很干净 曾思琪在预赛上 他的四项总分是排的第十二位 当时也是平衡木这个项目出了问题 所以拿到了一个很低的分 只有11.967 他其他的三项成绩都上了13.5 得分13.8 这是刚才上海队的张艺倩的高低杠 平衡木的比赛是非常扣人心弦的 所以对任何一支队伍来说 谁过了平衡木的关 谁就离冠军的领奖台更近了 这是广东队的五六方 在准备自由操的比赛 在准备自由操卖的前面 开阶 在准备自由操卖的领奖台 适审的领奖台 这是广东西的领奖下 逆转1080度 后团两周 一小跳 一小跳 做了一个四刹接环跳 新的规则 要在四个脚上 必须要有舞蹈的动作 不可以双脚 并腿站立 后续两周 手伏地了 现在的规则 对自由操的舞蹈编排 也是有要求的 那么它的要求是 从难度表上的不同的结构组当中 选择丰富的多样化的动作 要有起伏的变化 要有方向的变化 要有创造性和心仪动作连接和过渡 然后っと再显抱 随便 程